好我们转换一下心情 想要在冬季欣赏美景 同时享受滑雪乐趣 可以去哪呢 读文新闻完美收藏系列 要带着观众朋友 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 位于华盛顿州西北方的半岛上 距离西雅图将近145公里 车程大约3到4个小时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占地面积将近100万英亩广袤辽阔 并以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 闻名于世界 除了有雪山与河滨两种生态系统外 由于靠海的缘故加上湿度高 还让这里形成了高纬度地区 十分罕见的温带雨林 因此从海边的温暖潮湿 到高山上的严寒 都能让游客一次体会到 一年四季的气候 以及相应的不同自然生态 也正因为一年四季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 因此游客选在冬季 走访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不只能观赏到公园镇中央 围然耸立的奥林匹克山脉 更能见到雪山 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 十分壮观 而说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 著名景点就绝非飓风岭 Hurricane Ridge莫属 飓风岭山势极高 实时刮起强风 因而得名 这里海拔高达5242英尺 且山脉景色壮丽 除了有冰川 雪山 还有360度的环绕美景 夏天可以走践行步道 看高山野花 冬天则可以滑雪 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胜地 不仅是雪山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 还有一个100公里长的 沿海原野保留地 同时也是全美最长的 未开发海岸 而冬季正是最佳造访时机 看风 雨和潮汐 相互形成巨大的海浪 冲击着海岸线的壮丽景观 且在退潮期间沿着沙滩散步 探索海滨生物的丰富多样性 说到高纬度罕见的温带雨林 就不能不知道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西边的山谷 每年平均降水超过12英尺 是北美温带雨林最典型的代表 除了巨大的西部铁山 道格拉斯冷山和席特卡云山树 是主要植物种类 蕨类植物和苔藓更是覆盖在 整个雨林的地面 让人仿佛进入了绝美的绿色仙境 除了探索神秘的温带雨林 游客来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更不能错过在著名的 Soul Dark Hot Springs泡温泉 这里的温泉包含了一个冷水游泳池 和三个露天温泉池 且三个温泉池的温度各有不同 不只能够在寒冬享受到 热乎乎的露天温泉 更棒的是 温泉四周都有相当优美的风景 加上山间经常出现 云雾弥漫的奇特景观 整体就成为了游客放松身心灵 甚至来一场森林浴的最佳去处 前往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由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地势起伏大 景色相对复杂 因此不建议游客自驾前往 且因为雪山和雨林的气温相差很多 且游客在出发前 一定要根据自身体质 搭配合适的衣物 不仅如此 想要在海边徒步欣赏美景的游客 也要记得提前查好 涨潮退潮的时间 避免发生意外 主要原因是 一些海滩地势平缓 但当中却有悬崖峭壁或礁石 要特别留意脚下安全 游客冬季走访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开心玩雪或滑雪之外 还要留意一下 飓风岭的开放时间 是每年的12月到3月 但只有在星期六日开放 早上10点到下午6点 观众查询更多旅游讯息 请上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官网 东四新闻团队在华盛顿州的总和报导